眼前的宫女只是看了一眼床上的悬叶 孝庄太后先是一惊 接着便很快否定了小宫女的答案 毕竟这里是紫禁城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恶劫 但小宫女信誓旦旦地告诉孝庄太后 她弟弟之前得天花时就是这个样子 话音还未落地 地旁的董恶妃却晕了过去 孝庄太后立马感觉到了不妙 上前掀开董恶妃的衣服 虽然和悬叶的症状一模一样 于是她赶紧下旨 将所有的皇子和公主牵出皇宫碧役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 感染天花无异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 而此时的顺志却醉心于佛法 无心朝政 怎么说 朕前世就是一个僧人呢 非但前世为僧 今世早晚 也会重归佛门 顺志听到高僧的点拨 心理上一时还是无法接受 毕竟此时的她还有最爱的董恶妃 还有高高在上的天皇贵咒 就在此时 紫禁城响起了一击警报 等她赶到的时候 慈宁宫已经乱作一团 孝庄太后斥责顺志 为什么要隐瞒董恶妃的病情 但她根本不相信玄叶得了天花 毕竟玄叶此时是皇位继承的最佳人选 童妃告诉顺志 小宫女认识天花的症状 这无疑给董恶妃找了个替罪羔羊 我看 我看就是你把恶级着急攻来的 来人 你来扫除病坏 把她拖出去给我犯了 顺志寥寥草草草地看了一眼玄叶 就急忙跑去看她最爱的董恶妃 很快 整个紫禁城的御医就把董恶妃围得水泄不通 没有一个太医来看玄叶 顺志的行为无疑含了孝庄太后的心 感叹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 就急忙命人把玄叶抬到了自己的宫里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 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的准备 而在不久前 玄叶还是个生龙活虎的六岁孩童 但此时的她已经显现出不凡的才华 不仅对顺志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 还对统治满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让顺志对玄叶刮目相看 而聪明的玄叶也被另一个人看中 她就是顺志帝最宠爱的董恶妃 此时的董恶妃缠绵于病她 身子一天不如一天 凭借夜里德梦 说凭借如有皇子为记 凭借着病就会不要而育 顺志为了懂恶妃的病 决定将童妃的玄叶过祭给她 这无疑是戳到了童妃的肺管子 巴巴地跑到孝庄宫里告状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自己的不容易 吵得孝庄太后一个头有两个大 最后只得答应童妃 如果你把玄叶领到自个儿的宫里来养呢 这不合祖宗的规矩 那恶妃呢 她要把玄叶要到自己的宫里去养 那更不合祖宗的规矩 我替你养的这个孩子 等她十四岁以后啊 我连一根头发丝都不少地还给你 这无疑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斡旋了董恶妃的无理要求 又给童妃给足了两面 就算是顺志亲自来了 也不能把她老太婆怎么样 孝庄还专门给玄叶挑选了贴身小公女 就在一切准备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玄叶却感染上了天花 这无疑是一颗炸雷 响彻了整个紫禁城 且看孝庄太后如何扭转至复杂的局面 几个太监正要活埋眼前的这个小公女 却被赶来的孝庄太后给救下 原来小公女是玄叶的贴身婢女 就在刚刚 她意外发现玄叶患上了天花 而且顺志弟最宠爱的董恶妃也有一样的症状 为了给董恶妃洗脱嫌疑 顺志直接说是小公女把恶极带进了紫禁城 然后直接派人将她活埋 深谙世世的孝庄太后自然知道小公女是冤枉的 很快 她寥寥数语就为自己洗脱了嫌疑 人一辈子只能出一次天花 熬过来了就终生不染 我怎能将恶极带进宫呢 可是如今紫禁城出现了天花 孝庄太后只能让小公女离开 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她的性命 与此同时 董恶妃的天花病症也越来越严重 顺志弟只能眼看着肝着急 面对来势汹汹的重症 太医们也束手无策 惹得顺志地龙颜大怒 苦于无门的顺志弟只能把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佛法上 救救厄妃 如果厄妃死了 朕也不想当这个皇帝了 就这样 未懂厄妃祈祷的法会浩浩荡荡地在紫禁城展开 顺志弟为了自己的宠妃尽快康建 竟然直接停止了早朝议政 面对中唐大臣索尼的苦苦相权 顺志弟哪有心思里会朝政 曹操打发了索尼 而就在此时 朝堂上出现了八百里急报 上游连降暴雨 黄河六处决堤 无限百姓流离失所 群龙无首 众大臣一时间没有了主心府 没有皇帝的圣旨 谁都不敢擅自决定 而此时的顺志弟却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退去皇冠 披上袈裟 亲自为董阿妃祈福 一边是诵经祈祷的僧人 一边是规劝皇帝的大臣 这样的场景还是大清开国以来头一次 很快 顺志弟荒谬的举动就引起了孝庄太后的注意 赶来的孝庄太后看到眼前的一幕 彻底傻在了宫殿外 孝庄太后的心彻底的凉了 堂堂一国之君 居然为了一个宠妃 荒废朝政 最新佛法 真是荒谬 看来顺志这个号是彻底的废了 而此时又刚好碰到群臣闯功境界 孝庄太后稍稍调整心神 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传我的意志 即日起你和敖拜领着内阁大臣们接管朝政 有我孝庄在 这天 踏不下来 这 当务之急就是快点让玄夜好起来 毕竟大清以后的担子就交到他身上 可是眼下玄夜身患天花 太医们束手无策 短短数日依旧没有找到恶极的良药 就在孝庄太后火烧眉毛的时候 小宫女苏玛拉姑夜闯进宫 居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眼前的小宫女冒着生命危险求见孝庄太后 她只是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悬念 此时的悬夜几天前不幸感染天花 料事无灵只是被一口气吊着 就连紫禁城的御医都束手无策 如今小宫女带来的 鸡鸡草无疑是黑暗里的一烛明火 孝庄太后也顾不了那么多 赶紧命人开始煎药 可要端上来的那一刻 孝庄太后还是有些许的顾忌 毕竟玄夜身上承担着大清的未来 可眼下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好心一横命人给玄夜禁药 剩下的只能禁人事听天命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没过多久 精通一理的孝庄太后亲自给小玄夜拔了卖 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每隔两个时辰进一次药 我的孙儿 你八成有酒了 孝庄赶紧让童妃去给董乐妃送给鸡鸡草 因为此时的董乐妃也感染上了天花 童妃原本跟她就水火不相容 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 但涉于孝庄太后的威严又不敢发作 只好巴巴地去送鸡鸡草 但万万没想到 童妃居然在顺治地跟前挽起了心眼 没过多久 玄夜居然从床上爬了起来 说明鸡鸡草确实有作用 当孝庄太后看到玄夜站在跟前的时候 着实被惊到 毕老一少就像阔别已久的祖孙俩 有着说不完的话 而董乐妃却没有那么好的命 还没有来得及服下鸡鸡草就撒手人寰 顺着地就像失去了精神支柱一样 董乐妃的虹事确实给顺治地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本就痴心于佛法的顺治 此时已经完全被妖僧所迷惑 可是顺治毕竟是大清的皇帝 一旦顿入空门 天下黎明该怎么办 残存的意识左右着他的心思 让他进退两难 就在此时 你索尼为首的群臣开始劝谏皇帝 皇上 皇上 你出来 老臣有要事禀报 顾临 顾临 安心绝路顾临 你出来 所地有话要说 你不出宫 所地处死方休 额娘 当着祖宗的面给你跪下了 你再看额娘一眼吧 额娘求你了 别把我扔下 丹杰心力中为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或许此时的孝庄太后是最绝望 也是最卑微的时刻 董阿飞的离世 让顺治地有了出家的念头 但是作为一国之君 他知道此举的利害之处 面对大臣的苦苦相权 顺治地左右为难 摇摆不定 妖僧眼看他就要被索尼的劝谏唤醒 便开始大放厥词 霍乱军心 试图让顺治速速顿入空门 你要是再往前走一步 就又是一个 穿着龙袍的囚徒啊 你在这重重进宫中 足足关了二十四年呢 还没关够吗皇上 此时的顺治地 紧停着最后的一丝礼制 曹操打发了索尼为首的劝谏大臣 还说会在天亮之前有一个了断 皇帝要去当和尚 显直就是闻所未闻 时间紧 任务重 尼索尼敖拜为首的大臣 赶紧找到了孝庄太后商量对策 当孝庄太后听说顺治想要出家时 整个人都麻在了原地 她以为顺治消沉的原因是董厄妃的离世 没想到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 居然要出家去做和尚 经过了解才知道 顺治地身边的妖僧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而且潜伏在皇帝身边长达八年之久 耳濡目染 长期被妖僧的歪理邪说所迷惑 不出家去做和尚才怪 孝庄太后此时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解链还须系灵人 只有除掉妖僧 才能让顺治地回心转意 如果杀掉妖僧 反而会助她成名 孝庄太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只要找到妖僧的师父 一切都会封清月明 孝庄太后亲自将高僧请到了宫中 并且小致以情 动之以礼 说出了自己的艰辛之处 高僧就是高僧 她深知自己徒弟犯下了滔天大火 很爽快地答应了孝庄太后去劝说自己的徒弟 而且孝庄太后还送来高僧一份厚礼 我孝庄皇太后一旨 朝廷明示天下 将您大师所主的门派 再立为佛门正宗 您所长的寺庙 永享皇家香火 但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徒弟居然是个名完不化的主 尽管高僧苦口婆心 说尽了好话 但妖僧依旧执迷不悟 就想拉着顺治地下水顿入空门 孙儿 你要昂首阔步地走 记着 这天由你来撑 地任你来踏 这天下的人都是你的臣民 去吧 是 如果当和尚有段位 眼前的这个和尚绝对是王者级别的 他不仅潜伏在顺治地身边长达18年之久 更是在前一末化中将顺治成功洗脑 让堂堂大清朝的皇帝痴心于佛法 御顿入空门 出家为僧 孝庄太后眼见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赶紧请到了妖僧的师父御灵秀 劝说他的徒弟放弃度化顺治 但是万万没想到 妖僧竟然冥顽不灵 执意要将顺治地拉入佛门 力图认为 我们非待不该退缩 反而应当逆流而上 坚决将皇上度入我寺 而我寺成为天下第一寺啊 妖僧的一番说辞彻底暴露了他的本质 打着度皇帝入佛的名号 只不过是为了寺院的名声 御灵秀眼见劝说无效 号令众弟子直接将妖僧烧死 与此同时 顺治一直在等妖僧替发入佛 却不想被赶来的玄业看到 看着昔日里威风扒面的父亲 如今却劈头散发 身披袈裟 玄业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玄业 朕是个失败的皇帝 你要学列祖列宗 不要学朕 不管你是皇帝 还是和尚 都是我阿嬷 爸爸 此时的顺治已经铁心顿入空门 就算是亲生儿子的到来也无动于衷 只是劝说玄业以后一定要做个好皇帝 还让魏成魔写下圣旨 朕决定 将皇位善让于 三阿哥 玄业 迟迟等不到妖僧的顺治 直接让苏玛拉姑提自己替发 就在此时 太监将妖僧的行踪告诉了顺治 等顺治赶到的时候 妖僧已经被架到了柴堆上 爱心觉罗福林 你本是佛门 行自辈的僧人 今日得到归依我佛 你将继承行僧衣钵 行僧衣钵 法号行斥 行斥 拜领法号 玉灵秀终究还是没有完成孝庄太后的嘱托 直接当场作画 如今大局已定 国不能一日无君 儿子留下的烂摊子 当母亲的孩子收拾 孝庄太后稍稍调整心神 做出了一个决定 接兆 顺治十八年 正月初期 清世祖顺治皇帝 遨遇归天了 顺治帝究竟是驾崩还是出家 至今仍然是清史上的一大未解之名 公元一六六一年 爱心觉罗玄业正式登基 年仅八岁 号称康熙皇帝 孙儿 你要昂首阔步地走 记着 这天 这天有你来称 这天下的人都是你的臣民 去吧 是 爱心觉罗悬业 与公元一六六一年正式登基 年仅八岁 称康熙皇帝 一年改元康熙 皇上尚未亲政 又年幼无知 不过是个阿斗 你我要在皇上亲政之前 掌握朝廷大权 一旦皇上亲政了 他就只能依赖你我了 悬业刚刚登基 野心勃勃地敖拜就坐不住了 先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悬业身边的 进城楼赫革职拿问 又将皇帝身边的侍卫全部换成了自己人 气得悬业雷霆震怒 但是却又无可奈何 自己毕竟尚未亲政 实权根本不在手里 最可气的是 身边的太监也被敖拜所收买 毕波未平一波又起 悬业的师父魏成魔弹劾敖拜私自圈战皇家用敌 没想到却被敖拜反咬一口 皇上 臣与魏成魔势不两立 此人在 臣 告退 接着就当着群臣的面拂袖而去 搞得刚上任的悬业无比的尴尬 为了打破僵局 只好咨询顾命大臣索尼的意见 万万没想到 老奸巨华的索尼居然左右逢源 两边谁都不得罪 原本想派索尼调查此案 没想到他却以年是以高为借口拒绝了悬业 而且将此事甩给了苏克沙哈 毕招四两拨千斤 完美地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净 置身事外 人人都知道敖拜是三朝重臣 为高权重 都不想得罪 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此时的魏成魔已经得罪了敖拜 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向玄业辞去了师父的工作 并且提醒玄业 一定要提防敖拜 皇上 这四个辅政大臣 现在已经分成三打了 敖拜与厄比龙相互勾结 是一党 苏克沙哈与他们勾心斗角 自成一党 索尼老成赤重 处处置身事外 又是一党 可他们都想控制皇上 扩大自己的权力 此时的玄业一个头有两个大 第一次感觉到了来自内部的压力 好在孝庄太后及时地点醒了玄业 玄业呀 我问你 这种局面 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坏事 不 皇祖母认为这是一桩好事 玄业呀 因为他们呢 两边相持不下 两边呢 都得仰仗皇上 此时的玄业才明白 要是四个府政大臣团结一心 那才是他做皇帝最大的苦恼 很快 敖拜就以魏成魔是汉人为由 请求孝庄太后罢免魏成魔 虽然嘴上说着为了朝廷着想 但他的私心还是被孝庄太后一眼识破 孝庄太后表面一团和气 很爽快地答应了敖拜的请求 可是这心师父既是不教玄业一些治国之策 每天都说教一些伦理道德 玄业听的耳朵都起剪子了 他再次找到了孝庄太后求教 要不怎么说她是清朝伟大的女政治家吗 三言两语就把玄业的心结给打开了 玄业 你干脆把这个孝庄当做一块磨刀石 你磨它 他磨你 不磨不成器 做个圣君 玄业 你这才刚刚开始 今后的磨难还多着呢 之后的玄业把孝庄当成了真正的师父 以礼相待 十分客气 让这个老体夫刮目相看 真心的传授玄业 这或许是康熙皇帝一生最大的耻辱 敖拜居然在早朝的时候 当着群臣的面逼迫他至罪苏克沙哈 这无疑是在公然的挑衅康熙 挑衅他高高在上的皇权 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明明是大清朝的皇帝 却眼睁睁地看着忠臣锒铛入狱而无能为力 此时的康熙皇帝尚未亲政 主少伯仪 局势不稳 大清朝只有一个老太婆 孝庄太后和乳秀未干的康熙当家 以索尼为首的四大辅政大臣 开始盘算自己心里的小九九 敖拜以稳固大清为由 给自己的口袋里捞了不少油水 这在朝廷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但都碍于敖拜一党的实力感怒不敢言 苏克沙哈奉旨调查敖拜圈地一案 这无疑是戳到了敖拜的心巴上 在事情还没有闹到公堂之前 三人一起来到了首府大臣索尼的府上求一个公道 敖拜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完全是为了大清 圈地一案纯属子虚乌有 勒比隆依附于敖拜 对他的辩解自然是一万个相信 既然苏克沙哈奉旨调查敖拜 那他手里肯定是有一些证据的 而索尼这边一个劲的活性女 两边谁都不得罪 鼻下子病体附身 仿佛马上就要归西洋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 立马又生龙活虎 并且还叮嘱儿子 传出话去 就说我这病啊 越来越沉了 而此时的孝庄太后却要离京去祭奠祖宗 在这个接骨眼上 无疑是给康熙留了一大难题 为什么专挑这个时候离京祭祖 就是要安排这个时候去 要让咱们的皇上单独地历历历历 没有了孝庄太后的约束 康熙像是脱缰的野马 彻底地放飞自我 而且他在这个接骨眼上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朕想提前请政 朕等不及了 明儿搬到豪拜 朕立即请政 尽管苏玛拉姑好言相劝 但急于清政的康熙还是走错了这步棋 苏玛拉姑眼见失态严重 偷偷地拿了出宫的令牌 连夜赶到皇陵 将此事告诉了孝庄太后 她太了解自己的这个孙儿了 凡事都急于求成 但此事急着清政未必是好事 于是便连夜拔营回京 在第二天的早朝上 苏克沙哈将敖拜圈地的罪证全部列出 桩桩渐渐都是死罪 而且党宇众多 涉及的范围更是惊人的巨大 面对苏克沙哈的指证 敖拜内心毫无波澜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果然一切都发生了转变 你想跟苏克沙哈交好的班布尔善林阵反戈 推翻了苏克沙哈指证敖拜的所有罪证 并且说他向自己行贿 这样的局面是康熙都没有料到的 突然来了个大反转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超康熙的控制 敖拜反告苏克沙哈一系列罪证 每一条都是足以让苏克沙哈助连九字 此时的康熙已经彻底没有了主见 急忙征求索尼的意见 而此时的索尼再次以超高的演技 将自己撇得甘丹静静 敖拜眼见占了上风 逼迫康熙下指料里苏克沙哈 就这样 康熙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忠臣郎当入狱 却无能为力 这让他十分的挫败 够了 康熙皇帝原本想提前轻政 但师出无名 本想借着苏克沙哈搬倒敖拜 却不想被敖拜耍得团团转 不仅亲手将苏克沙哈送进了天牢 而且被敖拜拿捏得死死的 孝庄太后趁着祭祖的机会 想历练历练自己的孙儿 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局面 着实让他有点恨铁不成钢 你不觉得你有多么鲁莽 竟然想提前轻政 你连站还没有站稳呢 你就想跑 就凭你现在这点本事 连几个大臣你都对付不了 相反 倒让他们把你搞得团团转 康熙此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急躁 敖拜圈地结党 本就不是一日两日的事 岂是挥手之间就能解决的 孝庄太后三言两语将当下的局面分析得透透彻彻的 给自己的孙儿诱上了一课 就在祖孙俩还没有歇口气的时候 敖拜就进宫请罪 说早朝的时候忘记了君臣之礼 孝庄太后看着敖拜的假人假意 但又不能直接戳穿 此时的敖拜全是滔天 党语众多 就算治罪也对他们祖孙俩不利 只得暂时将他的人头系在帐上 孝庄太后权衡利弊 不得已当着敖拜的面下指处死苏克沙哈 黄祖母 您为何不杀敖拜 我刚才说过 他敖拜的脖子 比咱们的腰还粗 咱们眼下杀不动 那您为何要杀苏克沙哈 他是孙儿的忠臣啊 这只是孝庄太后的权宜之计 用苏克沙哈暂时换取敖拜的心愿 只有扳倒敖拜之后才能给苏克沙哈证明 等咱们扳倒敖拜之后 你理应如实昭告天下 说苏克沙哈是敖拜杀的 他苏克沙哈本来就是个忠臣 你理应要为他平凡 给他的子孙后代 假观尽觉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就这样 苏克沙哈为了大清 为了康熙 牺牲了自己 成全了忠义 之后的孝庄太后为了康熙的亲政之路 决定亲自去拜访索尼 看到郑主的到来 禀帝索尼也不花了 头也不疼了 也能下地走路了 看到孝庄太后的到来 着实有点诚惶诚恐 他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一眼 就被孝庄太后识破 孝庄太后也理解索尼的难处 这是人的本性 也没有多加指责索尼 而就在此时 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来给孝庄太后献查 先是一番夸奖 接着就是一些家常礼短 然后将自己佩戴了四十多年的项链送给了赫舍里 三言两语的夸奖之下 就将赫舍里许给了自己的孙子康熙 不让她当贫妾 也不让她当妃子 直接册封为正宫皇后 索尼一家自然是感恩戴德 这是无上的荣耀啊 自此以后 索尼的病彻底的好了 也不装了 因为她此时的身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孝庄太后仅用一招 就将索尼收入麾下 明面上是殷亲 实则是巩固康熙的势力 这一招确实是高 轻轻松松用皇帝的婚姻 换取政治的稳固 不得不说 孝庄太后的手腕确实高人一筹 你有没有想过 当个皇后什么呀 皇上 你还是杀了奴婢吧 朕说着玩呢 你急什么呀 皇上 肃马亦不想当皇后 二不想当贵妃娘娘 告命夫人 孝庄太后为了巩固康熙的政权 将首府大臣索尼收入麾下 而且将她的孙女贺舍李许配给康熙 孝庄太后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直接将贺舍李封为政公皇后 索尼父子自然是感恩戴德 虽然康熙有一万个不情愿 但她深知此时的尴尬处境 傲拜一日不除 她的亲政之路将会是遥遥无期 只有联合索尼一家 她以后的仕途之路才能一帆风顺 你是要江山还是要美人啊 都要 要是两者不能兼得 你要哪个 那顺志就是要美人不要江山 结果怎么样啊 孙儿要江山 这不就对了吧 有了江山还怕没有美人吗 孝庄太后为了让傲拜清楚自己的地位 还专门让她做康熙的婚礼司业 这无非是在明里暗里的敲打欧拜 让她规规矩矩做一个臣子 而此时的康熙也是百感交集 因为对她来说 客舍里只是她仕途路上的一个捷径而已 在她心里 有那么一个人比眼前的皇后还要重要 就在快要洞房的时候 康熙却以处理公务为借口离开了 原来她是去找了苏玛拉姑 或许是自小就有的情分 康熙皇帝早就对苏玛拉姑情深暗许 只是碍于阶层一直没有说的出口 如今在这特殊的日子里 康熙想知道苏玛拉姑真正的心思 你有没有想过 当个皇后什么的 皇上 你还是杀了奴婢吧 朕说着玩呢 你急什么呀 皇上 苏玛一不想当皇后 二不想当贵妃娘娘告命夫人 苏玛拉姑久居深宫 自然知道皇帝的妃子不是那么好当的 为了得到皇帝的恩宠 妃子们不是勾心斗角就是自相残杀 对于她来说 只有安安纷纷地做个奴婢才是她的归宿 苏玛拉姑的清醒发言 倒是让康熙多少有点敬佩 但这都不是她拒绝康熙真正的原因 原来苏玛拉姑早就有心上人了 朕知道 你瞧上五次友了 你上次倒茶的时候 手都在抖 差点烫了朕 五次友又是何许人也呢 原来康熙经常带着苏玛威服私访 无意间结识了一个文人雅士五次友 五次友不但饱毒诗书 而且心系天下 卓尔不凡 跟康熙聊了很多的治国之策 五次友的才华不仅打动了康熙皇帝 也让苏玛拉姑放心暗许 真是没想到我们康熙也有当天狗的时候啊 如果孝庄太后是个男儿郎 那她绝对是清朝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 她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 轰轰烈烈 先是将儿子顺着一手捧到了皇帝的宝座 可惜顺着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爱美人不爱江山 为了心爱的董岳飞居然顿入空门 接着又将孙子玄夜送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 可惜此时的大清局势尚不稳定 主少国仪 内部争斗不断 以敖拜为首的辅政大臣逐渐结党营私 想一步步地控制年幼的康熙来扩大自己的权力 孤儿寡母再次面临被架空的局面 孝庄太后临危不乱 只是用了一招就轻轻松松瓦解了他们的势力 她先是将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许配给康熙 并且赐予了中宫皇后之位 接着便开始拉拢索尼巩固康熙的势力 索尼本就是三朝元老 在朝中的影响力自然不容小觑 第一步棋就这样开始了 果然 孝庄太后的第一颗棋子开始发力了 康熙皇帝刚刚大婚完毕 索尼父子就在早朝的时候主张他清政 不到片刻的功夫 半数以上的大臣都同意索尼父子的建议 这一点让康熙着实有点意外 但很快 敖拜就坐不住了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以康熙年少为由 主张他继续临朝听政 国家大使应该继续交给几位辅政大臣 敖拜的建议很快得到了班布尔善的支持 就这样 朝堂上分成了两派争论不休 此时的关键性人物索尼出场了 短短几句话将敖拜的狼子野心放到了台面上 此时的康熙皇帝已经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拥护权 就连一向依附于敖拜的厄碧龙也站到了索尼的这边 眼见形势一天大好 康熙却拒绝了众位大臣的请求 当然 他是有自己的小心思在里面的 果然在下朝后 康熙就收到了大臣们的折子 都在奏请他亲政 但是康熙还是没有顺从他们的意思 敖拜不服气啊 众臣都赞成亲政 就他不知事 朕要等着 非必他上奏不可 然后呢 朕在三辞 让大臣们三请四奏之后 朕在打引亲政 此时的康熙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显然已经成熟了很多 与此同时 索尼父子也没有闲着 私底下也在偷偷地帮着康熙疏通人脉 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婿 要想瓦解奥拜一把 必须要先除掉他手中的武器 如果说奥拜是只老虎 班布尔善绝对是老虎的力章 眼下形势已经很明朗了 小索尼将朝中的局势分析得透透彻彻 班布尔善自然知道小索尼的用力 他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 在第二天的早朝上 以敖拜为首的一众大臣 纷纷奏请康熙亲政 气氛都到这里了 如果康熙再拒绝 就多少有点不识抬决了 索尼父子趁热打铁 再次将气氛烘托到了顶峰 终于 康熙在索尼父子的帮助下 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实权 康熙六年 公元1667年 年仅14岁的爱心绝罗悬夜清政 废掉康熙 厉厉心军 不可 万万不可 老夫受先帝也厚恩 宁肯死 也不做千古罪人啊 康熙皇帝刚刚清政 各种朝政大事就像潮水一般向他涌来 敖拜和厄碧龙原本想看他的笑话 没想到康熙早已有了万全之策 而就在此时 小索尼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索尼真的病了 而且还病得不轻 等康熙赶到的时候 索尼已经是病入膏肓 气弱油丝 此时的索尼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家族命运已经跟皇帝分不开了 孙女嫁给了康熙 说白点就是跟他已经成了一家人 碧龙俱龙 一损俱损 天下 天下 大清国有两大英国外 朝廷里啊 欧白 结党寸政 西南边 修三归成修 眼家 皇上啊 皇上啊 最要紧的事 是不能让他们内外空间 索尼吊着一口气给康熙分析了当下的局势 并且嘱咐他一定要沉住气 而且给小索尼交代了他后半生的任务 我和赌兔 哎 父亲 你 你要记住啊 咱们所嫁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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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清的大清的城 大清的城 四是大清的环 那 你 你 安顿好一切后 索尼便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撒手人寰 首辅大臣刚刚离世 敖拜一挡就开始蠢蠢欲动 先是拿内忧外患的政务扰乱康熙的心思 接着敖拜便装病拒绝上朝 勒比龙趁机奏请敖拜担任首辅大臣一职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老丈人小索 如果一旦让敖拜担任首辅大臣 那皇帝清政又有什么意思 敖拜一挡的心思被康熙看在眼里 知道他们贼心不死 想卷土重来 为了权衡利弊 康熙将他们都设为辅政大臣 但唯独缺少了首辅大臣 让他们互相制衡 此时的康熙才意识到 敖拜假装称病 军务就已经乱了头 那要是换作平时 他岂不是要把自己拿捏得死死呢 看来敖拜一日不除 清政之路就一日不顺 康熙立即决定培养一支宫廷卫队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铲除敖拜 很快 魏东廷密会小索尼等人暗中商讨出间大吉 与此同时 敖拜一挡也在秘密撕毁 商量着如何推翻康熙 班布尔善分析了眼下的局势 敖拜功高震主 皇家已经是赏无可赏 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人头落地 如果敖拜卸甲归田 一样也是死无葬身之地 班布大人 请你刺脚 上中下三策 费力 善让 剑义中堂 废掉康熙 令命心军 不可 万万不可 老夫受先的也后恩 宁肯死也不做千古罪人哪 班布尔善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将敖拜说的一时没有了主意 此时的敖拜并无反心 只是想多捞一点油水而已 但是架不住小喽啰的挑拨离间 突然就没有了主见 就在他迷茫的时候 班布尔善说让大家守备写字来决定 结果已经很明了 你们 你们这是逼我做千古罪人哪 失败了 你才是千古罪人 成功了 就是千古军 我们慢慢来说说敖拜这号人物 他曾跟随黄太极攻克查哈尔布 征服朝鲜 对黄太极可谓是忠心耿耿 顺制出家以后 曾立下一招 指定由黄三子玄业继承皇位 以索尼 敖拜 苏克沙哈 厄碧龙为辅政大臣 辅佐小玄业康熙治理天下 也就是这个时候 朝堂上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康熙年幼 主少国仪 四大辅政大臣渐渐地分成了三股势力 索尼此时已经年老多病 处世未守未为 在很多事情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厄碧龙为人比较圆滑 又擅长于墙头草之风 于是便依附于敖拜门下 此时的敖拜结党营私 圈地无数 这已经是朝中公开的秘密 而且他擅权自重 日益骄横 开始走上专权的道路 眼见大清越来越敖拜化 小玄业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于是他秘密下旨 让苏克沙哈着手 调查敖拜的种种罪证 不调查不知道 一调查着实让康熙下了一条 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 于是便让苏克沙哈揭发敖拜 万万没想到啊 敖拜早就留了一手 他联合班布尔善反咬了苏克沙哈一口 并且当着群臣的面 逼迫康熙严惩苏克沙哈 就这样 第一次的正面交锋 比康熙失败收尾 而且还损失了苏克沙哈一元大将 此时的孝庄太后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要是再不出手 大清估计以后就改名换姓了 他便开始着手拉拢首辅大臣索 直接将索尼的孙女许配给了康熙 而且将他封为中公皇后 索尼看孝庄太后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不得不开始帮助康熙 在索尼父子的帮助下 康熙很快就拿到了亲政师权 但好景不长 索尼便一并归西 康熙失去了靠山 朝堂的局势又开始发生了变化 敖拜先是称并拒绝上朝 接着厄碧龙就提议敖拜担任首辅大臣一职 康熙再次意识到 敖拜一日不除 天下一日难平 他决定秘密培养一支精锐的宫廷卫队 等时机成熟时铲除敖拜 与此同时 敖拜一党也在密谋着计划 班布尔善建议费力康熙 另立新军 此时的敖拜还有最后一丝残存的忠诚 他直接拒绝了班布尔善的建议 不可 万万不可 老夫受先的也厚恩 宁肯死也不做千古罪人啊 但此时的敖拜已经骑虎难下 忠也不是 凡也不是 再加上班布尔善的挑唆 谋反的心已经蠢蠢欲动了 就在此时 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出现了 那就是九门提督吴六一 他保护着整个北京城的治安巡防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却发生了 吴六一同时被敖拜和康熙看中了 敖拜先是将吴六一请到府上 接着便以高官为诱惑 想拿下吴六一 并且还拿出了十万两的银票来贿赂他 吴六一表面上答应了敖拜 其实他私底下早已被康熙为以重任 早就站到了康熙这边 与此同时 康熙对敖拜还心存幻想 希望他不要谋权篡政 在他武士大寿这天 还亲自到府上来喝手 朕还要送一份寿礼 受你为首府大臣 加封一等功 世袭妄替 康熙这样做无非就是为了试探他的底线 此时的敖拜已经动摇了谋反的心思 这孩子啊 说到老夫的伤心出了 大人 您心软了 老夫受爱心觉罗事后恩 自来想去 费力之事 还是罢了吧 中堂大人 这 老夫做了一辈子忠诚 现已黄泉入境了 不想再背上个千古骂名 眼看计划功亏一篑 班布尔善又开始说服敖拜 必把鼻涕一把泪 说得有鼻子有眼 敖拜终于还是败下阵来 决定彻底谋权篡政 班布尔善为什么热衷篡多敖拜谋反 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当我把康熙与孝庄杀死之后 我就将弑君之罪 架过于敖拜 把他在群臣面前 千刀万磅 到了那个时候 我便能够 理所当然的君灵天下 敖拜不过也是他手中的一颗妻子而已 他才是真正的打野王 就在第二天早朝的时候 康熙以孝庄太后生病为由 将敖拜照到了慈宁宫 此时的康熙直接将敖拜的种种 罪证罗列了出来 彻底的撕破了脸 今日 真要将你夺职罢官 叫刑部身处 来啊 将乱贼敖拜给我拿下了 别看此时的敖拜年过半百 毕生功夫却十分的了得 康熙手下的护卫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毕竟寡不敌众 敖拜渐渐失去了上风 最终被护卫队拿下 在宫外的班布尔善开始进攻 想直接进去收获胜利的果实 皇上啊 敖拜图谋不轨 臣等前来救驾 皇上 开门呐 班布尔善 你这个狗贼 老夫上了你的当了 你 你不得好死 此时的敖拜才知道幕后黑手是班布尔善 但一切已经太晚了 就在此时 躲在暗处的吴六一开始围剿叛贼 班布尔善也难逃一劫 至此 康熙苦苦筹划了一年的锄奸大计终于成功 敖拜和班布尔善彻底沦为阶下囚 康熙快快杀了我 老夫宁子不厌受辱 康熙八年三月初期深夜 你与班布尔善等六人密谋窜逆 当时 你们每人掌中写一册 内务之巴掌上写的都是废字 唯独你的掌心写了个引字 就从这一点 真不杀你 压下去 就这样 骄横跋扈的敖拜彻底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康熙皇帝开始放手治理天下 太皇太后刚刚下台一职 把苏玛取配给皇上了 册封为得飞 真的 千真万劝 哎呀 这老祖宗 怎么一点不认为偷给朕呢 这或许是康熙皇帝产出敖拜后最开心的一次 此时的大清局势暂时得到了稳定 康熙亲政以来 孝庄太后就觉得他身边必须有个稳妥的人 时常地鞭策着他 这个人不但稳重聪慧 而且要裁四国人 放眼整个后宫 也只有身边的婢女苏玛老姑最为合适 你呀 是皇上身边最可靠的人 我那已经下了一旨 把你呀 许配给皇上 册封为得飞 从今呢 你就是我的孙媳妇了 苏玛听到这个消息 只感觉五雷轰顶 为了不服孝庄太后的面子 只得答应下来 康熙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简直欣喜若狂 或许是自小就有的情分 因为他喜欢苏玛老姑已经很久了 康熙兴冲冲地去找苏玛 可是开门却见到苏玛一脸的不情愿 苏玛 这是老祖宗的意志 连我这当孙儿的也得遵循 不过 朕 是真心地喜欢你 朕愿意跟你白头偕老 皇上 苏玛只配做奴婢 不愿当妃子 很显然 我们的康熙男孩被拒绝了 这让他多少有点挫败感 康熙一眼就看穿了苏玛的心思 因为他心里还有那个殊生五次友 气得康熙男孩拂袖而去 为了彻底让苏玛蜡骨死心 他把五次友请到了宫里 此时的五次友才知道 昔日里跟他迎师作对的好友 居然是当今的皇上 自然被吓得诚惶诚恐 但康熙着实很欣赏五次友的财学 于是便建议他留到宫里 一起商讨国家大计 但万万没想到 一向自由惯了的五次友 居然拒绝了康熙的好友 康熙眼看他去意一决 便不再强求 于是答应他提出一个要求 无论你是要人 还是要物 你都可以说准 五次友犹豫片刻 最终还是说自己并无所求 康熙看得出来他们互相喜欢 而五次友也知道 求取苏玛蜡骨 无疑是在老虎口里抢吃的 这点分层他还是知道的 面对苏玛的质问 五次友只好实话实说 我虽然没看出他是皇上 但我早就看出 他 他喜欢你 如果跟苏玛在一起 无疑于以卵击时 皇家的心思谁能猜得头 一旦惹怒天子 保不其会人头落地 这样的可能也是会有的 此时的苏玛蜡骨心如死灰 就算是死也毫不在意 大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可是苏玛蜡骨自始至终都不出门 就是绑 要把他绑来 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等孝庄太后赶来的时候 苏玛蜡骨才打开了门 但此时的他已经断发明智 拒绝嫁给康熙 这让孝庄太后十分错愕 没想到自己精心培养的婢女 竟然如此的刚烈 宁可薛发维尼都不嫁给康熙 这无疑是戳到了 孝庄太后的废管子 眼见苏玛心意已决 最后不得已放弃了这场婚礼 俄罗斯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在俄罗斯周围 许多国军都已摔臣命归顺了沙皇陛下 希望大清国君主 主动向沙皇陛下 修好称臣 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彼得 大清国不想占沙俄 一草一木 但是沙俄也休想占我大清的半寸土地 此时的康熙刚刚铲出傲半 尚未得到一丝的喘息 潮州之府诸国志就弹劾 平熙王吴三贵佣兵自重 私助赢钱 而且在云南一带招兵买马 与其他两大藩王遥相呼应 大有猎土分疆之事 每一条都是朱连九族的大罪 吴三贵的儿子吴英雄听得直冒老汉 而另一份奏折却是吴三贵弹劾朱国志的 气氛就此卡在了这里 康熙表面不动声色 将吴三贵的丰功伟绩 当着大臣的面一顿夸奖 接着就问询大臣们的意见 其实他心里早就想撤出三番 只是碍于行事 时机未到 但是群臣却惧怕吴三贵 对撤番并未提起直言片语 康熙只好将话题放到了 吴三贵的儿子身上 希望他能接吴三贵回京 连了他们父子的相思之情 一军一沉 此刻怀揣着八百个新颜子在斡旋 生怕一个不小心 被抓了把柄生了祸端 此次诸国志弹劾吴三贵 朝廷正可用作撤番的契机 是啊 朕也想抓着这事做文章 但是你看见了 近日朕稍作试探 那些大臣都表现得非常持重 怕得罪吴三贵 生怕激化出乱子 此时的康熙羽衣尚未丰满 想要撤番 弹劾容易啊 诸国志弹劾吴三贵一事 看似是造谣诬陷 其实康熙心里清楚 奏折里的装装渐渐最真实不过 只是现在还没有撤番的能力 最后只能是牺牲诸国志来安抚吴三贵 吴英雄眼看大事不妙 赶紧写书信告诉自己的老子 首先是称并拒绝来金 其次就是千万不能杀了诸国志 而是将他押解上金 由康熙亲自审问 远在云南的吴三贵很快就收到了儿子的书信 他深知此时的康熙已经日渐壮大 斗法还得需要深思熟虑 于是便将诸国志交给衙门 然后押付上金交给康熙处理 吴三贵意识到必须要做出点什么 原本到云南只是为了平定叛乱 如今这叛乱却成了跟康熙斡旋的筹码 于是便下令 今后啊 大凡有匪患有乱贼 我们只缴七一留七二 要是全部缴干净了 还要我这个平溪王干什么呢 所以说 匪患是我们的稻米钱粮 而乱贼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吴三贵还下令尽快招兵买马 以此来扩充自己的实力 看来这心膨胀的确实很厉害 很快 其他两大藩王进京念见皇帝 康熙先是假意表面自己从未有过撤藩的心思 接着就是一顿嘉奖 现在 我向你们郑重表态 朕 绝不撤藩 很快在康熙的授意下 俄罗斯的使臣表演开始了 他希望大清国能臣服于俄罗斯 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彼得 大清国不想占沙俄 一草一木 但是 沙俄也休想占我大清的半寸土地 当然这只是一套说辞而已 无非就是为了敲山政 希望三番能够规规矩矩地臣服大清 待皇上成功撤藩之日 我孝壮向你道歇道歇 好 到那个时候如果吴三桂真的犯了 孙儿 孙儿情愿引咎退位 到那个时候 听任皇祖母致罪 也请皇祖母 令则新君 你 皇祖母 来人 快快 孝庄太后第一次遭到了康熙的顶状 气得差点就去见了多尔滚 她对自己的这个孙儿简直是又爱又恨 退一万步说 康熙确实是个当皇帝的料 比他老子顺治地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可是康熙最大的毛病就是急功近利 眼下刚刚产出敖拜 朝堂之上才安宁了几天 康熙就极不可耐想撤去三番 可是撤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如果惹怒了吴三桂他们 刚刚建立起来的大清 可能会再次遭到灭顶之灾 吴三桂雄距云南一方 山高皇帝远 自然是无所畏惧的 自从第一次知道了康熙有撤番的想法时 她的内心再也不能平静 此时的云南已经成了她跟康熙斡旋的筹码 明面上臣服于大清 其实私底下早已在招兵买马 来扩大自己的实力 而当孝庄太后第一次知道康熙撤番的想法时 她的内心也是拒绝的 谁都知道此时撤番的利比 这撤番啊 早晚是要撤的 可是啊 你得存缓 你得耐着性子 养她个七年八年的 等他们那些老东西啊 活得差不多了 老死了 再撤也不迟啊 何况 这藩王和朝廷啊 早有蒙事 再说了 这藩王目前的势力又那么大 那蚂蚁要是多了 她也会搬山啊 孙儿 孝庄太后苦口婆心地劝说康熙 分析了眼下的局势 还有撤番的利比 尽管康熙服从了孝庄太后的意志 但她看得出来 自己的这个孙儿口心不一 就劝说她多出去走走 毕竟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对于吴三桂 她只是从大臣们的奏折里知道这个人 其实连她的面都没有见过 孝庄的建议终于敲开了康熙的云木脑袋 于是便开始了她登基以来的首次南巡 第一站便是山西 明面上是南巡 其实康熙也有自己的计划 她暗中派进城为东庭微服私房 来偷偷调查吴三桂的罪证 果然有所收获 吴三桂不但偷偷地招兵买马 很多老百姓的上缴的税粮基本都去了云南 大清半数以上的官员都被吴三桂所收买 而且人们都知凭西王 却不知大清皇帝康熙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光是山西一个省 基本上都已经成了吴三桂的兵马基地 那其他省份想都不敢想 就在此时 康熙收到了八百里基建 原来是吴三桂自请撤番的折子 南巡就此中断 立场商谈撤番的大会就此展开 以索额图和厄碧龙为首的保守派建议不撤 而内兰明珠和陈廷静却力挺康熙 其实 朕心里早就明白 在场的列位成功 每年 拿平西王十万孝敬银两的 不在少数啊 心里有亏了 啊 抬起头来 连在后宫的孝庄太后 很快就知道了康熙撤番的决定 孝庄太后苦口婆心劝谏康熙 此时撤番必大于力 如果真的把吴三桂逼急了 那她可能就真的要造反了 你知道的吴三桂 是百官口中的吴三桂 是奏折里的吴三桂 是拐弯抹角探来的吴三桂 可是我 我告诉你 我 跟她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我告诉你 唐吴三桂 有将帅之才 虎狼之心 身险难测 恩怨必报 她的交兵汉将 遍布七八个圣分 她的金银珠宝 富克敌国 她要是想反 她早就反了 她为什么没反 就是因为她权衡不定 你知道吗 至于她请求撤番的折子 吴一是在考验康熙 吴三桂真正的目的 就是让康熙拒绝她的折子 以此来试探她的底线 此时的康熙 已经对撤番上头了 跟自己的奶奶一番舌枪纯战 气得孝庄太后 差点就去见了多尔国 朕决心已定 才撤三番 康熙皇帝最终 还是决定撤去三番 孝庄太后的规劝 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尽管给她分析了 当下撤番的厉害关系 但桀骜不驯的 康熙依旧自信满满 殊不知 她将为自己鲁莽的行为 闯下了大火 很快 她委任诸国志为云南巡抚 督促吴三桂 尽快交出撤番计划 昔日里的仇人再次见面 表面上一团和气 内里骑士早已斗得你死我活 而且吴三桂也很爽快地 答应了撤番的圣旨 我吴三桂 直到必行 早早的北归 夜落归根 归一个太平万年吧 吴三桂如此的爽快 这让诸国志多少有点吃惊 但毕竟是初次的正面交锋 诸国志也不知道 吴三桂的真正的心思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但很快 吴三桂就抛出了第一个难题 本镇所处官兵 二十四万三千六百 加上家眷蒲从 男女老幼 不下八十万口啊 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 撤番所需要的安顿费用 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朝廷根本无力承担 本王有撤番之城 那朝廷也当要安置之城 你说是吗 此时的诸国志才明白过来 吴三桂表面上答应得很是爽快 其实他内心根本不想撤番 吴三桂雄距云南多年 土皇帝正当的乐哉呢 岂能这么容易地放弃 回去后的诸国志才意识到 吴三桂这块大骨头 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啃下来的 很快 朝廷就收到了诸国志的奏折 康熙粗略地算了一下 吴三桂的要求简直不要太过分 当然这还没有算上云南到山海关路途的费用 就算把此时的国库都掏空了 也根本满足不了吴三桂的要求 最可怕的是 这只是一个藩王的费用 三番要是加起来 那还不如重新建立一个大清算了 皇上 臣粗粗地估算了一下 三番全部安置完毕 需费时五至八年 所有开支折合白银 此时的康熙才知道 吴三桂根本没有撤翻的心思 狮子大开口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 好在周培公提出一个建议 把撤翻分为三期 第一期就是先让吴三桂拔债下山 第二期是北上 第三期才是安置 只需要支付第一期的费用即可 吴三桂一旦离开云南 一切都是顺水推舟的事 只要吴三桂拔债而起 就证明他有撤翻的诚意 他兵马士族一旦离开云南 踏入内地 就是苦落平阳 这无疑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解决了国库亏空的问题 又能将吴三桂牢牢地抓在手心里 很快 诸位大臣开始行动起来 与此同时 连在云南的诸国制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吴三桂先是以送礼为由 来试探朝廷的心思 接着就是一个十足的下马威 什么东西啊 是我们的十二个人的人头啊 吴三桂啊 吴三桂 你也太狠毒了 吴三桂折服大清三十余年 终于还是造反了 康熙皇帝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一手策划的好牌居然打得稀烂 铲除敖败后的康熙多少有点膨胀 觉得大清已经如日中天 撤出三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尽管孝庄太后三番两次地劝说他延后撤凡 但他依旧我行我素 直接将诸国制任命为巡抚 来到云南督促吴三桂撤翻北上 此时的吴三桂在云南偏安一遇 土皇帝当得好不快活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现在的荣华富贵 于是在表面上答应了撤翻的折子 而且为了表示他最大的诚意 海甲惺惺惺地交出了兵符 对于此时的他来说 现在的兵符无异于一块破铜烂铁 你可以禀报朝廷 二月二日 本王拔债撤翻 二月二 龙抬头 选这样的日子 吴三桂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这 吴三桂目前最大的牵挂 就是在京中为之的儿子 一旦起兵造反 吴英雄肯定会受到牵连 吴三桂提醒他 一定要在二月二之前离开北京 但是如果此时离开 肯定会受到康熙的关注 于是吴英雄便投靠了 前名的诸三太子 与此同时 康熙等人还在为吴三桂撤翻 而沾沾自喜 完全沉醉在撤翻的喜悦中 就连福建广东的两位藩王也上奏了撤翻的折子 好在那栏明珠提醒了康熙 虽然事情进展顺利 仍引领祖国志 密切注释吴三桂的动静 防止生变了 于是康熙便派钦差大臣到云南协助撤翻 康熙安耐不住喜悦 很快就到孝庄太后那炫耀 吴三桂 把拖延多年的平息大将军金印 也上交给兵部了 此时的孝庄太后心里跟明镜似的 她知道吴三桂的为人 也太了解自己的这个孙儿 吴三桂雄聚云南多年 精硬对她来说可有可无 调兵遣将依然不在华下 可如今 康熙将撤翻早早地提上了日程 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什么时候看到吴三桂 还有尚可喜他们回到京城 这撤翻呢就算成了 很快 远在云南的诸国志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他们已经十多天没有收到朝廷的批示了 此时的诸国志才反应过来 朝廷没有批示 肯定是自己上奏的折子根本没有走出云南 而就在此时 就有人来报 吴三桂在调动兵马 而且早就把云南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上当了 我上当了 吴三桂利用我来争取时间 他早就决定反叛了 话音还未落地 朝廷派的钦差大臣已经到了 诸国志将前因后果告诉了钦差大臣 赶紧秘密派人将他送出了云南 希望他能在吴三桂彻底造反之前告知朝廷 如今的诸国志只能背水一战 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 事已至此 我身受过恩 就当义无反过 人身自顾 谁无死 留去担心 赵汉 清 在大师大妃面前 诸国志的夫人倒是挺坦然 活着是不可能啊 只好用三尺白铃结束了生命 诸国志知道没有其他办法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他背负着家仇国恨 气势汹汹地去找吴三桂 面对诸国志的质问 吴三桂反而咄咄逼人 这无疑是戳到了吴三桂的废管子 当时背叛大明归顺大清 如今又要反清复明 人生短短三十年 却二度背叛朝廷 是自己上奏的折子根本 将诸国志 斩首激起 吴三桂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二月初二 吴三桂起名造反了 为何不早报 亭义和宋哲 早就被吴三桂控制住了 云桂梁省水泄不通的 诸国志呢 奴才尚未出声 就听他诸国志杀其叶子 坐着八台大交 前去怒斥了吴三桂 他被吴三桂 斩首激起 吴三桂彻底叛变 而且还斩了康熙派到云南的巡抚大臣 远在北京的朝廷依旧被蒙在鼓里 而吴三桂的奏折 却依旧源源不断地进京上奏 毕招掌言法 将康熙皇帝耍得团团转 列位猜猜这一次 这个吴三桂跟朕要什么 盗肿 农具 还有羹牛 好将裁下来的老弱兵丁留下来 而此时的朱三太子朱慈炯也跟云南遥相呼应 李英外和跟吴三桂一起反亲赴命 而之前康熙派到朱慈炯身边的卧底小毛子也多次提醒康熙 但此时的康熙依旧信心满满 根本听不进去 直到派去云南的钦差大臣进京赴命 康熙此时才真正地相信 吴三桂骗了朕 利用了朕 他把朕 当成傻瓜了 吴三桂骤然造反 康熙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此刻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在周培公沉着冷静 很快想出了应对的办法 第一 陈建议速速接纳吴三桂之子无英雄 以免他逃出京城 第二 船指尚可喜耿京中暂停撤翻 并与好原抚卫 稳定广东福建两地 不使之复逆 第三 驻兵干陕的王府城 是吴三桂旧部 统兵八万 十分危险 陈建议 称他为平南大将军 并受理重拳 让他出兵逃逆 康熙面对眼前的局势 毫无招架之力 这是他从未有过的压力 铲除敖败虽说凶险 但这是大清的家世 如今三番全部起兵造反 短短数日 大清的半壁江山已经沦陷 这就属于外敌入侵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皇后贺舍礼在此时却难产 费尽千辛万苦生下了小皇子 但终究还是大出血 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康熙气急败坏 把所有的罪责都怪到了太医的头上 此时的贺舍礼气若犹斯 似乎还有心事未了 周培公一眼就看穿了皇后的心思 就建议康熙挑一个皇子立为太子 明立案里的提醒康熙 应该立皇后的儿子为太子 但是他不能直接说出来 只能看康熙的悟性了 康熙也明白周培公的意思 稍作思虑以后 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 朕未顾国本 决意建筑 立皇子 引人 为皇太子 就在为皇后举办国葬的时候 康熙又收到了一个晴天霹雳 查哈尔也举兵谋反了 离北京只有区区数百里 现在的大清父辈受敌 犹如一条被困的苍龙苟延残喘 此时的康熙精疲力尽 为当初做出撤翻的决定后悔不已 而在另一边 吴三桂带领的反叛军 很快占领了大清的半壁江山 大清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 康熙不得不赶紧做出一个决定 迁都圣经 暂避锋芒 康熙眼看局势无法挽回 不得不兑现当初的承诺引咎辞职 你决定退位 且太皇太后垂怜立正 皇上 朕有言在先 如果吴三桂反了 朕情愿引咎退位 现在三番都反了 连查哈尔也反了 大清半壁江山沦丧 这都是朕的罪过 孙儿不配为帝 自请退位 求太皇太后垂怜听政 以止战祸 一安天下 此时的康熙皇帝懊悔不已 当时冲动坐下撤翻的决定 直接导致三番全部爆发反叛 从而失去了大清的半壁江山 这是她清政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 而当时在孝庄太后面前许下承诺 如果吴三桂举兵反叛 她就会引咎退位 如今酿成大祸 不得不兑现当时的诺言 孝庄太后看着不成器的孙子 着实是恨铁不成钢啊 甚至想给她一巴掌 现在的大清处在危机存亡的时刻 康熙想到的居然是退缩 而不是奋起反抗 孝庄太后苦口婆心地劝说康熙 希望她能悬崖乱马 做一个千古明君 而就在此时 宫内的太监和朱三太子的人 李英外河很快攻进了紫禁城 索额图让孝庄跟康熙赶紧回避 这已经打到门口来了 你就是再退位 又能跑到哪去呢 跑到宾馆 宾馆就那么安稳吗 如果她吴三桂 真的成了霸业 我们还能够平安一余吗 列祖列宗 血染观山 方才统一天下 难道 你就这样拱手相让吗 或许是孝庄太后的劝说起到了作用 康熙此时幡然醒悟 暂时撤销了千都圣经的决定 誓死抵抗叛贼吴三桂 攻入紫禁城的叛贼很快就被剿灭 康熙暂时得到了喘气的机会 目前最大的隐患就是吴三桂和查哈尔 他们仍然是悬在康熙头上的两把刀 与此同时 孝庄太后也没有闲着 她召齐了之前所有的救护 让他们出兵出前来攻打查哈尔 很快 在周培公和土海的带领下 出兵讨伐查哈尔 在周培公的指挥下 清朝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 消灭了查哈尔的叛军 解除了朝廷的危机 他们有挥师西南 直逼叛军 康熙眼前的大山算是除了一个 剩下的只有吴三桂了 而就在此时 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出现了 那就是干陕总督王府城 他原本就是吴三桂的部下 如今手握十万重兵 如果王府城联合吴三桂 那康熙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康熙让王府城的儿子亲自去劝说 希望他能看清局势 实施务者为俊杰 大清统一天下势不可挡 王府城收到康熙的亲笔书信后 毕直犹豫不决 因为吴三桂早跟他就有书信往来 吴三桂在心中向为父蒙事 要和我平分天下 副帅 据儿臣看来 康熙是当朝圣君 而吴三桂只是救助 两人的心胸气量不可同日而语啊 很明显 儿子比老子看得更长远 没过多久 周培公和土海就攻打到了平良一带 周培公决定亲自去说服王府城 没想到遇到了吴三桂的睡客 两人就此争论不断 睡客一气之下想杀了周培公 却反被王府城的儿子所杀 副帅 归顺大清吧 干善提动王府城 向皇上 口情死罪 有了王府城十万雄兵的增援 吴三桂很快就拜下阵来 康熙十七年 公元一六七八年 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 康熙帝终于平定三番 平息王吴三桂死 解除了朝廷的第二个心头之患 朕 朕 想让你攻打台湾 晚了 陈之命 恐怕 熬不到天暖了 平定三番 铲除吴三桂 究竟谁的功劳最大 毋庸置疑 当属周培公 可为什么他的结局 却如此的潦倒气惨 吴三桂起兵反叛的时候 康熙整个人是崩溃的 闭时间方寸大乱 没有了任何的头绪 此时的周培公出谋划策 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平翻计划 康熙十五年 周培公联合图海南下平定叛军 途中遇到了干闪提督王府城 此时的王府城手握十万雄兵 他不仅骁勇善战 而且还曾是吴三桂的救部下 如果此时王府城归顺了吴三桂 平定三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周培公主动请应 冒死进城劝降王府城 可能是上天真的垂帘周培公 也可能是王府城看清了当下的局势 毫不犹豫地归顺了大清 有了王府城十万雄兵的助攻 周培公带领的军队势如破竹 很快将吴三桂打得落花流水 眼看胜利越来越近 周培公却收到了兵部的调令 什么 调你回京城 这到底想干什么呀 周培公预料到会有今天 但是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快 虽说是兵部的调令 但他心里明白 这其实就是康熙的旨意 朝廷的做法惹得土海愤愤不平 你别忘了 我是个汉人哪 平定三番以后 康熙任命周培公为圣经提督 负责戍边 万万没想到 康熙的好日子还没有过上几天 台湾正是逆臣侍郎佣兵两万余 攻占了金门厦门两座城池 此时的康熙起驾圣经 必来安抚诸位蒙古王公 二来就是去看看他们究竟是否真的安分守己 然后顺带着看看周培公 去往圣经的途中 康熙很快就收到了八百里夹集 知道了金门厦门失守的事 连夜召集了索额图跟奈兰明珠 商议收复台湾一事 大皇子应知年轻气色 毫无作战经验 出兵评判几乎不可能 朝廷似乎没有合适的人选了 此时的康熙才想起了在圣经的周培公 君臣一别已经过去了十一年 周培公此时已然病入膏肓 康熙跟周培公一师一友 此时全然放下了君臣之礼 彻底地敞开了心扉 培公啊 你破茶孩儿平无三贵 为了大清陛下那不是之功 只可惜你是个汉人 而且手中还握有二十多万雄兵 满朝上下飞升不断 都担心你成为第二狗无三贵 再有一点你心里也明白 明珠索欧图他们 暗中古东一事参奏于你 朕知道你的苦衷 但是不得不逮这个由头 把你贬到圣经来 你要体谅朕 你要知道 曼朝文武和八旗将士的团结 比起你周培公来 在朕的眼里要重要得多 所以不得不牺牲你 周培公和等的聪明 这些都是他能想到的 只是现在从康熙嘴里说出来 多年的嫌隙就此兵事前显 康熙临走时 周培公还送了他一份大量 等他看到的时候 彻底被震惊了 居然是一幅大清鼎盛的地图 还没有等康熙反应过来的时候 周培公已经离世 皇上 微臣穷十年之功 遍越古今各族史了及图 终于构成此图 臣死也瞑目了 微臣自信 此图不但是大清最精最全之图 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最精最全之图 臣以为 台湾正是古学海外 只是大清的戒选之际 大清的心头俱患 不是台湾 而是蒙古准戈尔王戈尔丹 在朝廷平令西南三藩时 戈尔丹也在一步步收复蒙古主王 陈料帝 他的最终目的是统一全盟 虎视中原 与大清争天下 戈尔丹之西 由西藏至达赖喇嘛暗中支援 至东由俄罗斯彼得大帝重兵押近 三方一旦联手 大清无宁日 但欲凭戈尔丹 朝廷却不得不先收台湾 因为东南各省乃大清财富之地 东南不稳 大清无力西争北进 康熙此时除了后悔 更多的是对周培公的愧疚 终其一生 对朝廷对康熙忠心不二 临了临了却是这样的结局 或许康熙此生再也遇不到周培公这样的忠诚 也或许贬周培公来圣经 是他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康熙平定三番以后 皇帝的宝座还没有坐热 明朝残将侍郎拥兵两万多 很快攻占了金门厦门两座城池 大清入官室遗留的问题 再次搬到了朝廷上议论 很快就分成了两派 索额图建议放弃台湾 把重心放在平叛格尔丹上 台湾弹丸之岛不谋之地 而且留着它还多有些麻烦 不如弃之可保内陆永久的太平 而奈兰明珠却认为 台湾跟大陆一脉相承 绝对不能放弃 动不动就弃 此乃败家之举 纳兰明珠字字朱击 直接将国障爷的脸打得啪啪作响 康熙看在眼里 明在心里 他深知台湾的重要性 这不仅仅是大清的夙愿 也是周培公去世前的一大遗憾 只是眼下实在找不出 合适的人去评判施郎 朕盯着台湾 而格尔丹和沙皇盯着朕 台湾如果祸及内地 那么北方草原的恶狼 就会趁势扑上来 如果台湾能够和平地回收 那么沙皇俄国和格尔丹 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大皇子应知多次毛遂自荐出兵讨伐叛兵 但康熙始终没有同意 他太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了 喜大号宫血气方刚 而且毫无作战经验 一旦失败 皇家的颜面何在 只是当下真的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 最后不得已才派印制前往福建支援 隐士 朕命令你前往福建 继任前军副将 会同靖海将军撒末尔 调兵剿匪 朕 记着 只准你路上击敌 不准你下海追寇 萨尔木看到大皇子亲自前来 心里自然是百感交集 并知不同于别人 他是康熙皇帝的儿子 重不得也轻不得 并知虽说是副将 但刚刚上任 还没有了解清楚前线的战况 就直接定下作战计划 这让萨尔木左右为难 大将军 这次皇上把大哥交给您 这可是皇上的一片龙恩 龙恩 龙恩倒也是龙恩 还不如给点君侠 大哥 大麻烦 很快 宁知作为前锋引来的第一次作战 或许是上天垂帘 宁知居然赢得了胜利 而且很顺利的从侍郎手中夺下张重 萨尔木自然是要把战果上报给康熙 而且把印之的战绩夸大了一倍 就连印之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康熙收到福建捷报 自然是喜不自生 封印氏为郡王 赐萨穆尔为镇南侯 但很快 事情就出现了反转 再一次海上作战时 印之不听萨尔木的劝告 执意跟侍郎决议死战 没想到败得一塌糊涂 康熙早就预料到自己的儿子战功兴起 出征前再三叮嘱 但是 圣旨中提到了一句话 你为何从不报告本将 什么话 谁准你岸上吉敌 不准你下海追寇 如今酿下大火 也只能是自食恶果 但很快 萨尔木就收到了 那蓝明珠的一份大礼 虽然是一个欲如意 并没有任何书信 萨尔木很快就明白了 那蓝明珠的意思 将所有的罪责 都拦在了自己的身上 咱们做奴才的 只能牺牲自己的明节 保全大哥的身旺 康熙收到战报后 就感觉是有蹊跷 这个萨姆尔言辞暧昧 其中必有隐情 朕曾经说过 只准岸上基敌 不准海上追寇 萨姆尔一向稳住 怎么能遭到如此大败 康熙心里明白 这是萨尔木在维护皇家的颜面 可是事已至此 康熙也只能顺坡下旅 领了萨尔木的一份人情 只是应知的喜大好功 让康熙看清楚了自己的这个儿子 然而就在同一天 浙江福建等地相继失守多处城池 而且都出自施郎之手 所以你宁愿在荒原喂马 也不愿意入朝做官对吧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惹得康熙皇帝雷霆震怒 但却拿他毫无办法 而且还舍不得杀他 这一切还要从周培公说起 周培公被贬到圣经以后 身体越来越差 等康熙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病入膏肓 要是无灵 康熙希望周培公能推荐一个 像他一样的人才 奄奄一息的周培公推荐了当时器材姚启盛 姚启盛这时才走进了康熙的政治生涯 他不仅聪慧睿智 而且学惯古今 但姚启盛一身傲骨 抗拒朝廷政治策略 屡屡得罪顶头上司 最终从福建巡抚直接被贬至九品私就官 而且当年顺之地下旨永世不得路用 别人当官都是越当越大 他却是越当越小 姚启盛的传奇经历 很快就引起了康熙的好奇 赶紧派人去请姚启盛 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 康熙一怒之下便将姚启盛关押了起来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不允许任何人跟他说话 也不允许他看任何书籍 康熙知道姚启盛是书如命 用不了多久就会俯首称臣 这一招果然奏小 姚启盛很快就被憋疯了 康熙知道他是绝世之才 憎恨他的顽固不化 但又欣赏他的雄才大略 姚启盛 你心中有太多的恨 你愤世嫉俗 你藐视朝廷官员 讥讽皇兴国戚 你让许多人拿你没有办法 你不是不能做官 你是蔑视朝廷官员 所以你宁愿在荒原喂马 也不愿意入朝做官对吧 皇上骂得好 骂得好 在这个结果眼上 康熙对姚启盛诚意满满 而姚启盛也看到了康熙确实不同于其他帝王 秘军一臣惺惺相惜的生涯正式开始 姚启盛关于台湾问题了如指掌 每一个观点都直击康熙内心深处 对于台湾问题 姚启盛提出了三臂脚和三臂斧的政策 康熙看他字字朱击 提出的每一个观点都契合他的内心 只是收复台湾的理论有了 但却没有实践作战的人 于是便让他推荐一个水上军师 台湾水师主将 海霹雳 师郎 此话一出直接震惊四座 师郎正是此次叛军的主模 怎么可能将仇敌为以众人 原来师郎是姚启盛的学生 就连他都没有想到 师郎弃文学武之后 居然成了一等一的水上军师 康熙把招服师郎的任务交给了姚启盛 短短一天的时间 姚启盛就把康熙最头疼的问题给解决了 心情自然是大好 他也见识到了姚启盛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 正是将姚启盛收入麾下 烧了顺治地勇士不用姚启盛的折子 而且直接受命他为福建总督 全权负责收复台湾的一切事务 就在康熙为收复台湾而发愁的时候 乱世鬼才姚启盛横空出世 不仅献计献策 而且制定了详细的收台计划 康熙被姚启盛的雄才大略所折服 很快就任命他为福建总督 前往福建收复台湾 眼看姚启盛从一个叫花子 姚申移变成了康熙身边的功臣 纳兰明珠和索额图坐不住了 明里暗里的讥讽姚启盛得不配位 生怕日后收复台湾 威胁到他们国相的地位 我的所向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不相信我 咱们再这样闹下去 就该姚启盛入朝主政了 昔日里针锋相对的老匹夫 此时却统一战线 齐齐地将矛头对准了姚启盛 真是印了那句古话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与此同时 康熙把周培公绘制的大清巨幅地图 献给了孝庄太后 当她得知地图出自周培公之首时 一下子就想起她在评判三番实力下的汉满功劳 还责怪康熙不该把她贬到圣经 以至于英年早逝 让大清白白失去了一个难得的人才 虽说此时的孝庄太后已经满头白发 但她的内心却比任何人都清醒 满汉的芥蒂由来已久 这对大清统治中原百汉无一例 孝庄太后告诫康熙 对满臣和汉臣要一视同仁 万万不能伤了那些汉臣们的心啊 你是否可以考虑破破满汉大房 让成年的阿哥们 娶一些个把的汉臣之女 让代驾的哥哥们 嫁一些汉臣和俊才 咱们满清干嘛总做那些 先树敌再搅敌的蠢事呢 很快姚启盛在福建走马上任 上任的第一天就连续颁发了五道阵令 现在本都宣布第一道阵令 当本都说话的时候 你们都在抬起头来看着本都 本都第二道阵令师 从即日起 福建境内沿海全县封海 本都第三道阵令师 福建沿海的所有居民一律内迁 本都第四道阵令师 在所有的迁界近海地域 全部划分责任区 福建的第五道阵令师 如果福建在一百天内 不能完成千界近海 则罪在本都 万万没想到 政令实施的第一天 就遇到了诸多难题 首先是老百姓抗拒迁移内陆 要知道 沿海的老百姓都是靠捕鱼为生 突然迁移内陆 很多人都不愿意 而且还闹出了人面 这是姚启盛早就预料到的 收复台湾本就是非同小可的大事 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但事态却愈演愈烈 老百姓为了泄愤 直接将姚启盛的祖坟给刨了 但他为了早日收复台湾 忍辱负重 最终还是下令赦免了他们的罪路 老百姓也意识到了自己出格的行为 主动跟姚启盛和解认错 纷纷做出了退让千亿内陆 同时姚启盛上奏康熙 要求免除福建沿海居民两年的赋水 姚启盛不是要减免税付两年吗 好 朕减三年 总之 姚启盛他要什么 朕 通通都给他 彼此可以看出 康熙此时完全信任了姚启盛 但那蓝明珠却不干了 主动请英前往台湾和谈招服 真的是极度让人面目全非啊 康熙一眼就看出了那蓝明珠的心思 你是怕他和你真功吧 但为了万无一失 还是答应了那蓝明珠的请求 没过多久 师郎率领的军队很快攻克上岸 却发现沿海一带空空如也 浅浅近海太厉害了 长此以往 台湾非但粮草不济 而且军心也要大乱 但姚启盛却给师郎留下了三百多蛋的粮食 还留下了一份书信 师郎五弟 你如空手归台 必难以向正经交差 兄特赐你稻米三百蛋 供你色泽 兄与你相处有年 朝夕思念 同时又身为地之险境而忧虑 因为正经乃多疑之人 他早就在提防你了 否则为何将你的亲卷 强行千台呢 远在台湾的颜平王正经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写信给康熙决定弹劾 姚启盛知道正经的条件后 建议康熙冷淡颜平王三个月 虽然谈判是要谈的 但打仗得来的东西却更加可靠 但万万没想到啊 奈兰明珠还是先一步来到了福建 直接打乱了姚启盛的所有计划 这辅台的事我就能行 王上何必知他耿门填乱 奈兰明珠去台湾谈判的前夕 姚启盛再三叮嘱一定要慎重 万不可打草惊蛇 奉康熙皇帝秘旨 将乱成正经拿下 叛逆小人本将岂能听你做了 拿下 是 走 鸣相啊实在对不起 我这伯父不争气让您见笑了 燕平王您别误会 你听我说 将明珠拿下 走 燕平王 你 鬼才姚启盛奉康熙皇帝的旨意 前往福建收复台湾 原本一切进行的非常顺利 可是半路却杀出了个奈兰明珠 眼见姚启盛将要立下不适之功 明珠的心里就像大海一样 翻起了滔天巨浪 极度让这个老匹夫起了歪心思 他主动请应前往台湾招府弹劾 因为对他来说 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拿下台湾 比起姚启盛的千帝近海的策略要高明的多 奈兰明珠和索额图一唱一和 将姚启盛扁的一无是处 真是极度让人面目全非啊 皇上您想啊 台湾顺利收归 那姚启盛岂不无用武之地了 你们总是把姚启盛想得这么阴啊 他都多大了 六十四了 半决入土的人 只不过想在这有生之年做点事 补补这辈子的缺憾 这一点真不会看错的 就在此时 台湾严平王政精修书康熙主动弹劾 原来姚启盛的收台策略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台湾孤悬海外 不管是商业还是农业都严重依靠大陆 短短数月就已经撑不下去了 眼看台湾拿出了弹河的诚意 康熙觉得确实有必要弹一下 于是便派那蓝明珠前往福建辅助姚启盛 姚启盛看到那蓝明珠前来福建着实无奈 收复台湾只能智取 不能强攻 和谈更是不可能 自信的那蓝明珠坚持和谈 不费一兵一卒的事 为什么非要兵戎相见呢 毕竟两岸一家亲呢 那蓝明珠前往台湾是豪言壮物 大有不收台湾不回来的意思 姚启盛再三叮嘱一定要慎重 万不可打草惊蛇 但是万万没想到 半路上又杀出一个陈咬金正太 正太又是何许怨言呢 原来他是颜平王正经的叔叔 郑成功去世以后 为了争夺王位 正经杀害了正太的哥哥郑安 这么多年正太一直屈辱地活着 只为有朝一日报仇雪恨 那蓝明珠成了他唯一的指望 正太早已将正经身边的人收买 这次登岛拿下正经 台湾归顺大清岂不是顺手的事 只是正太还是想的太简单了 那蓝明珠顺利登岛 表面上看着一团和气 其实早已是刀光剑影 那蓝明珠口若悬河 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他们归顺大清 正经等人又不是三岁孩童 三言两语就将那蓝明珠对得哑口无言 此时的正太却坐不住了 奉康亲皇帝秘旨 将乱城正经拿下 原来正经早就知道了正太要谋反的事 只是不动声色地看他将戏演完 燕平王您别误会 你听我说 燕明珠拿下 走 燕平王 燕平王 就这样 那蓝明珠原本是去和谈的 尼顿酒席过后却成了阶下球 可能是燕王觉得那蓝明珠阳寿未尽 情况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狮狼得知正太叛变 率领惊下水师向台湾进发 那蓝明珠灵机一动 哈哈哈 正经 狮狼是奉旨前来剿贼的 你们赶紧束手就擒吧 我早就知道狮狼图魔不轨 把他的家眷全部压上黑脚牙 其实此时狮狼是来救他燕平王的 只是正经生性多疑 误会了狮狼的意思 于是他下令将狮狼的家人全部压到悬崖上 此时的狮狼恨不得飞过去 或者有一台ETB紫色的14Pro Max手机打给正经 正经并没有杀害那蓝明珠 只是让他带信给康熙 带信给康熙 告诉他 我正经愿意称臣 但绝不去放 我愿意归属朝廷 但绝不登岸 那蓝明珠弹劾失败 但是却间接让狮狼弃暗投名 归顺大清 也算得上好事 狮狼弃暗 攻打台湾 所都 臣在 朕 封你为特命钦差大臣 前往福建亲自独占 臣 临旨 收复台湾 要说谁的功劳最大 毋庸置疑 当属姚启盛 姚启盛在福建走马上任以后 大力推荐千帝近海的政策 不足短短两年就出现成效 台湾孤悬海外 农商严重依靠大陆 姚启盛的政策让台湾乱作一团 延平王正经不得已向康熙求和谈判 此时的内兰明珠看到姚启盛就要立下不适之功 简直是羡慕极度恨 于是毛遂自荐前往台湾谈判 没想到延平王给内兰明珠来了一桌鸿门宴 或许是上天垂帘内兰明珠 他居然阴差阳错的让台湾水尸海霹雳 狮狼归顺了大清 康熙有了狮狼的相助 攻打台湾只是时间的问题 很快 狮狼来到福建联合姚启盛商议收复台湾的事 目前福建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没有一只完整的水尸 收复台湾水尸绝对是主命 而满清八旗将士基本都是汉鸭子 别说攻打台湾了 就是下海以后都成问题 组建水尸的任务迫在眉睫 但是培养一只训练有素的水尸是需要时间的 就在此时 太子一党的所额徒又开始出来作妖了 他怂恿太子上奏康熙应该立刻强攻台湾 您免夜长梦多发生突变 好 明日上朝 我就奏请皇阿玛起兵收台 好 这时老臣也会暗中相助 使您得一言九鼎之效 在第二天的早朝上 太子应仍言之早早 分析了当下收复台湾的种种利害关系 儿臣认为 台湾九旋不绝 夜长梦多 亦引起格尔丹等部的窥测之意 目前福建水师已组建完毕 战船火炮待命而发 沿海各省军民也期望早日平定海换 儿臣建议立刻起兵收复台湾 康熙看到应仍将台湾问题分析的头头是等 简直两眼放光 没想到一向平庸的太子 居然也有蹄虎灌顶的时候 此时的所额徒跟太子一唱一和 很快就将康熙的疑虑统打消 康熙早就被台湾问题 折扰得茶饭不思 如今群臣激昂 也失去了该有的理智 再加上各位大臣纷纷复役所额徒的建议 觉得收复台湾的实际道 朕决心一定 攻打台湾 此时没有力量 与台湾水势相抗 但所额徒仍然坚持出海崩台 于是分析就此产生 康熙很快就收到了摇启胜的奏折 朕经常觉得 外面的敌人好对 内阁的分析难收拾 此时的康熙也是左右为难 两道折子各执一词 都把当下的形势分析得很透彻 陈廷静的一句话让康熙下决心攻打台湾 所以这一仗 胜负倒在其次 首先是要打 再说 堂堂大清 归剑吆喝了一两年却一剑不出 这也让正经笑话 就这样 福建的摇启胜师郎等人很快就收到了攻打台湾的胜质 如今赶鸭子上架 摇启胜等人只能背水一战 将攻台的胜利细分到最大化 可是天不遂人愿 攻台的两只水士被打得落荒而来 庆幸的是狮郎带领的另一支战舰损伤较少 咱们的水士呢 508艘战舰带回503艘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就在此时 康熙下旨将索额图直接召回朝廷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很快发生了 索额图将失败的原因都归结到姚启胜等人的身上 惹得康熙雷霆震怒 姚启胜是何等的聪明 他已经预料到自己的结局 于是将所有的罪责揽到自己身上 暂时卸甲归田 避避风头 我等将联名上奏险 并立下军令状 明年8月30日之前 必定攻克台湾 康熙再三决定终于攻打台湾 并且特派索额图前往福建督战 但此时并非攻台的最佳时间 福建水士刚刚成立 完全没有作战的经验 但索额图不顾姚启胜狼等人的建议 依旧强行攻打台湾 结果输得一塌糊涂 直接损失了大清的两大水师 索额图为了逃避责任 直接让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姚启胜等人的身上 迫于压力 姚启胜不得不辞职 卸甲归田 赞避风头 但很快事情就出现了转机 康熙在姚启胜的辞职信中发现了端倪 朕从这道折子里察觉到姚启胜在攻台之前 给兵部上过三道集书 这三道集书朕一道也没有见到 兵部也没有上奏 便管大力的奏数何人敢扣押 所以啊 朕觉得其中必有隐情 决定非要追查到底 很快 陈廷竟就查到了莫名消失的三道集书 三道奏折字字逐击 言辞恳切 将攻台的不利阐述得一清二楚 如果朕当时见到那三道集书 断不至于立刻攻台 即使攻台 也不会按照原方案 但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奏折却莫名的消失不见 其中肯定有人从中作梗 康熙立刻下旨兵部尚书研查 密层层地查下去 底下的小喽喽果然坐不住 还是请遗书吧 忍罪 总归有人照顾我们家小的 此时的康熙心知肚明 他知道是谁在使绊子 只是要让他主动说出来 朕给你们个机会 如果你们当中 有谁下令扣押了这三道集书 就说出来 认个错 朕从宽处理 索额图在一旁心虚地要命 但此事他不能承认是他干的 只是给康熙解释 他当时远在福建 并不知道三道集书的事 很快 兵部尚书就查到了消失的三道集书 遗憾的是两个四案已经畏罪自尽 遗书中只是说读之过失 无人指使 此时的康熙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知道一定是出自所恶徒之手 只是不能明说 康熙皇帝心中隐隐感觉不对劲 他担心的事终于还是来了 下朝后急忙找到应识 庞敲侧击地询问他在早朝上发生的事 那三道集书是他们有意扣下的 为什么 保护所限 是啊 做得干干净净死对正 你是啊 你是不是一直想要差事 朕分为兵不做事了 令氏自然是喜不自胜 但他很快就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 他居然举报了太子 皇阿玛还记得吗 半年前 太子当朝建议武力攻台 应证那天是已经死做了 可是儿臣听说 这主意不是应证的见识 而是索额徒送给应证的 以增加太子的权威 获得皇阿玛的欢心 太子资质平庸却受索额徒摆布 大哥撞到太子作家 心胸狭隘 毫不顾念兄弟之情 这些都是康熙十分憎恶的 鼻气之下居然病倒了 孝庄太后知道后 就急忙来见康熙 此时康熙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皇长子以皇太子之间 已经不大合物了 殷氏后边是明珠 殷仁后边是索额徒 当政啊 当政已经出楼断泥了 当政历朝历代总有 可怕又可用 自古以来 庸君最怕当政 可圣君他就不怕 不但不怕 反能力 你不是个圣君吗 要我说 你就让明珠所额徒互相争宠 只要你心里明白 左右逢源 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孝庄太后不愧是历经三朝 将党与之争分析的透透彻彻的 希望康熙不要被内政掏扰 眼下最重要的是收复台湾 而远在福建的施郎等人也收到了正经的弹劾书行 并且指明道姓不要那蓝明珠前往谈判 可康熙偏偏就派了明珠前往福建 正经依旧愿意俯首称臣 但绝不登案 绝不替法 谈判一度中断 康熙直接给那蓝明珠一道旨意 朕将在明年8月30日前 完全平复台澎金下 卓冯熙犯人等 即刻反台备战 气得台湾使者拂袖而去 而姚启盛也被康熙再次启用 且任命他为福建总督 全权负责收复台湾的事宜 我等将联名上奏险 并立下军令状 明年8月30日之前 必定攻克台湾 台湾收复了 吴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熙吸取了两次收台失败的经验 决定再次启用姚启盛 让他负责收复台湾的权权事宜 但很快意外就出现了 满汉士兵因为军队分配布军的问题 很快就出现了分歧 而且大打出手 甚至闹出了人命 更要命的是满旗士兵居然在村庄内烧杀抢灭 很快就激起了名分 台湾还没有收复就已经起了内祸 如果传到朝廷无疑是一个大笑话 姚启盛决定给康熙上奏 将福建的满军旗全部撤出 由汉军水师全权收复台湾 康熙很快就收到了姚启盛的奏折 要求将满旗士兵全部撤出福建 朝堂上面一片哗然 都不赞成姚启盛的意见 毕竟这是满人的天下 如果以汉军为主 恐怕会发生兵变 康熙以身体不舒服为由 将姚启盛的奏折交给索额图和明珠商议 结果自然很明显 满人大臣们无意赞同撤出八旗兵涌 因为此举一旦实施 将开创大清立国以来从无有过的先例 意味着八旗不行了 打仗要靠汉人了 这就极大的损伤满军的自尊和权益啊 而明珠却采纳了姚启盛的主意 但是只出省不离境 八旗官兵在福建边境整军待命 以防不撤 康熙此时也犯了难 撤与不撤都是个问题 而就在此时 李光帝的密奏及时的出现 奏折上字字朱击 言辞恳切 分析了满汉将士在福建的现状 如果不撤 内讧反而愈演愈烈 将会增加收复台湾的难度 荣飞的一句话很快就提醒了康熙 臣妾觉得八旗不能海战 哥在福建只能干两件事 一是监视汉军 二是扰民 前头的事得罪汉军 后头的事得罪百姓 都不太好 朕明日下旨 在闽八旗 全部撤至福建和江崎边境 皇上圣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连在福建的姚启盛跟侍郎又发生了分歧 在攻打台湾的问题上 姚启盛想作为主将主攻台湾 却把侍郎封为副将在海上掩护主力 首先姚老师虽然贵为总督 却是文官 从没有打过海战 我看 你还是待在总督府 同揽全局 由末将率领全部水师出海公开 其次 四月出海不妥 封向十东十南 不利于大队水师编队航行 应推迟到六月以后 侍郎作为台湾潜水师主将 深知海战的复杂性不仅要人和 更需要的是天时地利 两乡争执不下 摇起圣不顾李光帝的阻拦 决定将攻打台湾的方案上奏给了康熙 收复台湾非同小可 李光帝作为旁观者 他知道侍郎的方案更为稳妥 于是密奏康熙在福建发生的一切 奈兰明珠等人也赞同侍郎的方案 朕必须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 才能一举攻下台湾 虽然说这样风险极大 但攻打台湾的胜算也大 侍郎的方案也获得了康熙的认同 而摇起圣不得不暂时受一下委屈 回家听纸等候消息 经过数月的等待 老天终于带来了好消息 大清水师浩浩荡荡的进军台湾 很快就攻打到了台湾 此时的颜平王已经是强弩之末 就在此时 郑金的母亲却找了过来 她苦口婆心地劝说郑金 这一仗啊 咱不能打 不管大明朝也好 大清朝也好 都是颜黄子孙 不能兄弟厮杀呀 只要咱们能太太平平地回福建老江 虽说此次战役已经注定了结局 但郑金勇气可嘉 依旧在死守台湾 雁平王怎么办 都走吧 都走吧 快去吧 去吧 去吧 此时大清水师很快就攻上了台湾 郑金眼看着大势一去 在炮火连天中自尽身亡 自此大清彻底收复台湾 狮郎大仇终于得保 在黑胶崖给自己的家人磕头烧香 远在南京南巡的康熙也收到了消息 公元1684年 康熙皇帝收复台湾澎湖诸岛 完成了一统中华的大业 朱元璋 你看见了没有 大清远胜大 你要是活着 朕 朕想和你聊聊 朕不定 朕不定 现在皇上已经 临行前 康熙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他将太子印人留在宫中坚果 并且委任索额图辅助太子 病人当了三十多年的太子 终于摆脱了康熙的束缚 此刻就像脱缰的野马 终日留恋于温柔乡中无法自拔 就连藻巢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索额图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病人才有所收敛 而远在前线的康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或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 很快就病到了 从外相上看 皇上不是无敢奉寒 而是寒热重症 如果真是寒热重症的话 那就在京城也难保万全的 他因这儿缺衣少药的就 就怎么样 那么才万不敢预料 皇帝病重非同小可 一旦传到宫中 必然会引起大乱 纳兰明珠思虑再三 决定避开朝廷 偷偷地向太医院取药 但万万没想到 太医院早就被索额图不满了眼线 他很快就知道了 康熙患上了寒热重症 此时的索额图蠢蠢欲动 他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 自己的外孙终于要提前当皇帝了 太医说 这个病十分凶险 即使在京城也难保不测呀 说不定 现在皇上已经 龙云归天了 是吧 眼下最大的阻碍就是内蓝明珠 大阿哥应世是他唯一的筹码 他眼下手握前线二十万雄兵 如果皇帝驾崩 命世必定会跟太子争夺皇位 只有扳倒了内蓝明珠 太子的皇帝之路才能畅通无阻 很快 太子府一片欢心鼓舞 奴才们为了日后的锦绣前程 居然给太子提前定制了登基的龙袍 这也为殷人日后被霸楚埋下了祸根 与此同时 康熙最受宠的容飞得知了前线的一切 决定北上侍奉康熙 而此时的孝庄太后再次临朝稳定局势 紫禁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的法眼 他很快就召集大臣齐聚一堂 历来是为了稳定人心以免发生兵变 二来就是想告诉诸位大臣 康熙在前线一切安好 你们做臣子的指管恪守本分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末北大营指道 皇上龙体康健 太平吉祥 得众臣功勿念 啊 宿恶徒你也说说 这 太医院医症刘子虚 肆意捏造 皇上患寒热重症 破乱朝铁 着际 宋王行步斩监后 但远在末北的康熙确实病得很严重 他以为自己大陷将至 决定提前让太子登基 那蓝明珠眼看殷师的皇帝之路彻底阻断 便把太子提前定制龙袍的事告诉了康熙 此时的康熙更多的是悲哀 自己一手培育的太子 居然是这样一副德行 心中五味杂臣 百感交集 就在大家以为局势毫无转环的时候 荣飞的到来给康熙带来了希望 他带来的两位西洋大夫 居然将康熙的寒热重症给治愈了 荣飞 你听旨 今天你私自会见蓝旗哥哥 又是皇贵妃的身份 临朕违法 扰乱军心 朕不可不办 康熙为了评判格尔丹 决定御驾清征 可是天不遂人怨 刚到末北就病倒了 而且还是无药可治的寒热重症 就在太医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荣飞带来了好消息 她请来的两位西洋大夫居然能治疗寒热重症 此时的康熙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 自己在前线生死未卜 最疼爱的太子不但没有书心慰问 而且提前定制了登基的龙袍 这让康熙多少有点寒心 洋人为何要害朕呢 只有自家人才会害朕 在荣飞等人的劝说下 康熙才勉强同意用药 与此同时 大阿哥与格尔丹的大战即将开始 就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 嫁到格尔丹的蓝旗儿却突然冒了出来 她请求双方停战 碧边是最爱的娘家人 碧边是自己的丈夫 蓝旗儿不想失去任何一方 战争就此戛然停止 前锋只好停止康熙 但此时根本不是考虑亲情的时候 大清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 荣飞一想到自己的女儿处在生死边缘 急忙请求康熙择日再战 康熙何尝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评判格尔丹是整个大清的夙愿 为了这一天她已经等了好些年 此时的康熙不仅仅是一个父亲 她更是大清国的皇帝 箭在弦上不得不乏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大战在即 岂能为一个丫头乱了军心 连戈尔丹都会笑话 荣飞不顾一切冲到战场 保护着蓝旗儿 很快 双方一触即发 此刻的战场就像人间炼狱 万幸的是荣飞母女俩躲过了一劫 戈尔丹节节败退 大清暂时获得胜利 荣飞的所作所为直接惹怒了康熙 她的妇人之人差点毁了康熙的百年大计 荣飞你听旨 今天你私自会见蓝旗哥哥 又是皇贵妃的身份 引朕违法 扰乱军心 朕不可不办 与此同时 主将应是在追戈尔丹的时候一直迟迟未归 原来他已经中了埋伏 被戈尔丹活捉了去 你试下陷阱 有我中计 你快杀了我吧 别着急 这对于皇家来说无疑是耻辱 此刻的应是只想痛痛快快的死去 不能丢了皇家的脸面 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大哥 蓝旗尔苦苦哀求格尔丹放了应试 应试回到大营以后 只能谎称是不小心迷路 回到京城的康熙便开始调查太子的所作所为 此刻朝廷的麻烦远比格尔丹要复杂得多 你所恶图为首的太子党 你那蓝明珠为首的大阿哥党 都在康熙的清理计划之中 太子应人眼看事情败露 倒是把事情招得干干净净净 但把所有的罪果都推到了奴才们的身上 成功的全身而退 康熙此刻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 皇家的争斗历来都是无比的惨烈 重新挑选皇储在康熙的心中渐渐萌生 眼下首先要剪除的是索额图和明珠这两派党羽 很快 康熙联合李光帝搞起了丰文言试 让各地的大臣们互相揭发检举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索额图 奈兰明珠 太子应人 大阿哥应试 几乎被群臣参了个遍 康熙最信任的几个功臣 原来个个都是硕鼠害虫 惹得康熙雷霆震怒 首先被开刀的就是那蓝明珠 而且还是在他六十大寿这天 那蓝明珠怎么也没想到 六十大寿这天居然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 人生突然来了个大反转 先是康熙皇帝让李光帝给他贺手 接着就以数十条罪名将他打入天牢 此时的索额图刚刚跟沙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康熙暂时放过他一马 你父亲索尼 对大清有见顶之功 有安邦定国之属性 他是朕的恩人 朕还记得 索尼临终前陛下两道遗嘱 一道是给朕的 另外一道是给你的 他要朕永做圣君 叫你生生世世忠于朕 可你呢 放纵木法不思报国 忠日和明珠明正暗 闹得举巢不得暗 而那蓝明珠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自知罪孽深重 在大殿外淋雨祈求康熙的原谅 康熙对那蓝明珠没有任何话可说 只是赏赐了他一碗姜汤驱寒 康熙不知道说什么 心里只有五味杂陈 白胆交集 昔日里的公骨之臣 如今落得这番田地 只能说他就由自取 那蓝明珠知道自己大事已去 赶紧嘱咐大哥应是跟自己撇清关系 以免被自己拖累 那蓝明珠倒台 这是康熙也不愿意看到的 毕竟同甘共苦三十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是索额图跟明珠的党羽已经波及到朝野 如果不出 后果不敢设想了 更可气的是 太子和大哥也搅了进来 既被他们害又被他们利用 不仅如此 太子和大哥之间也互相明正暗斗 孙儿这么做 是为了断地疗山敲闪阵火 让他们赶快醒来 还来得及 明珠和索额图是你的左膀右臂 隐仁隐士是你的轻骨肉 他们出了差错 你也该有责任 孙儿责任大了 既有为君之责又有为夫之责 孙儿哪天晚上不反省自查呀 孝庄太后字字朱击 每一句话都说在了康熙的心坎上 很快 康熙迎来的第二次戏争格尔丹 这一次格尔丹没有了沙鹅的支持 很快就被康熙打得落花流水 完成了他评判格尔丹的夙愿 就在康熙打到回京的时候 居然遭到了刺客的追杀 万万没想到 其中居然有朱瓷九 还有索额图的心腹阁理 看来当时康熙对索额图的警告 根本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与此同时 孝庄太后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 她自知大县将至 再三吨容非叮嘱 万万不能让康熙废了太子 不然会引起皇子之间的争斗 从而骨肉香残殃及无辜 康熙什么都听了孝庄的 唯独在废太子这件事上一意孤行 从而导致了以后的九子夺敌 很多皇子无辜丧命 这个勤勤恳恳的女人 将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大清 她终于可以卸下身上的枷锁 了无心愿的离开了 孝庄太皇太后死后 苏玛拉姑也于当日远近 康熙还没有到北京 就看到索额图跟太子应仁披麻蛋笑在等候 当她听说孝庄太后去世的时候 一时间接受不了现实 直接晕死了过去 纵观一生 没有孝庄就没有现在的康熙 雍正给了孝庄很高的评价 同两朝之养孝 及三世之尊卿 可以说 康熙能够顺利走到今天 孝庄功不可没 很快 索额图东窗事发 锒铛入狱 为她鲁莽而又愚蠢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全部殉葬 喳 凡是见过荣飞刷马桶的人 一个不留 喳 孝庄太后先世以后 康熙便开始清理朝廷的独留 纳兰明珠和索额图相继入狱 这对生死冤家再次重逢 却是这样的光景 真是让所有人唏嘘不已 索额图作为康熙的老丈人居然想是君 这让康熙不仅寒心 更多的是不理解 朕宁愿相信黄河水倒着流 也不愿相信索额图 会誓君篡政 面对自己犯下的种种罪证 索额图矢口否认 将之前犯下的种种罪状互相揭发了个底朝天 此时的康熙才知道索额图和内兰明珠犯下的错 庄庄渐渐都足以株连九族 康熙真是心痛啊 一个是自己的老丈人 一个是唯以重任的心腹大臣 差点毁了自己的江山事业 朕真是瞎了眼 就是养条狗还知道千顺主人啊 索额图你是班朝的第一罪人啊 而太子应仁也将之前的事和盘托除 索额弑君篡逆 是否和你商量过 索额图说眼前之际唯有托付陈州 设法让儿臣提前继位 很快康熙召集了所有的妃子皇子 当着祖宗的面罢出了应仁的太子之位 荣非眼看应仁被废 祈求康熙原谅应仁不要罢出他的太子之位 因为这是孝庄的遗愿 康熙此时在气头上 怎么可能听得进去 以为荣非在欺骗他 直接将他贬为常赞 但毕竟念着多年的夫妻感情 而且当时评判格尔丹的时候 荣非也救过自己的命 康熙还是打算去看看荣非 万万没想到啊 荣非依旧拿着孝庄的遗愿祈求 康熙放过太子 老祖宗早就说过 一旦太子被废 阿哥们就会争当储君 那时候骨肉就会互相残杀 皇上 这直接戳到了康熙的肺管子 一道旨意将荣非贬为奴才去刷马桶 此时的储君局势已经发生了改变 大阿哥硬是渐渐地占了上风 完全有可能当上太子 必来评判格尔丹有功 二来又是康熙的长子 锦绣虔诚似乎就在眼前 但此时的硬是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 他时不时的去羞辱硬人 致使硬人神志失常 精神错乱 硬是当着康熙的面说了硬人的很多不轨之事 对于以人孝治天下的康熙来说 硬是的行为无疑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就这样硬是被抄家入狱 在无翻身之日 蓝奇尔 此时的康熙已经执政六十年 在张婷玉的建议之下 决定办一场千锁宴来张显普天同庆 千锁宴很快如期举行 康熙见到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从小长大的魏东婷 还邀请了在狱中的索额图跟那蓝明珠 康熙这边张登杰才好不喜庆 可是荣飞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就这样荣飞也匆匆下线 当康熙得知这个消息时 内心毫无波澜 当康熙看到荣飞的住所时 似乎有点后悔之前的决定 穿纸全部殉葬 这 凡是见过荣飞刷马桶的人 一个不灵 公元1722年11月13日 康熙皇帝驾崩 藏于景陵妙号圣祖 享年69岁 公元1654年 爱新觉罗玄业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 他8岁登基 14岁亲政 一生政绩卓著 至除敖拜平定三番 收复台湾亲征格尔丹 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 中国各族人民深切盼望太平与安定 玄业顺应了人民的愿望 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乾盛世也由此发断 康熙皇帝玄业 因其文治武功卓著 在位长久 被后世尊为千古一帝